现在白礼帅想晋身 政治猪 这个技术要出现 这个时候白礼帅还有一点非常注意的 就不要陷入到政治猪的比赛节奏当中 一定要打破政治猪的这种节奏 你就一直要砍杀对方的腿 给他支撑了 砍队让他支撑不住 你就有机会 对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薄气无力 硬度差 中脯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补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白礼帅用了很多的腿法 对 那么在这种看砍上完 那个白礼帅利用一个转身后能 你就要应用这种腿法 你既然打不进去嘛 那我就想办法破坏你 破坏你的支撑点 然后我再打我拳马 这个坚决 对 这个比赛就好看了 这比赛就好看了 非常明显 郑之珠 在这个时候 白礼帅是多次 砍击自己的支撑腿之后呢 显得出招没有那么多果断 现在这个郑之珠 肌力感控制好 但是他就强了打不出来 是的 怕这个白礼帅的拳 你看 他有机会就躲伞 是的 白礼帅非常年轻啊 只有19岁 而且之前获得过 河南省的拳击冠军 比赛最后10秒钟 双方最后的对攻 再出一个组合拳 能没有 比赛结束 双双技术特点不足 在这个比赛的厉害当中 双方开斗志了 现在是正确中 限制白礼帅的拳法 而白礼帅 我要近身 发布拳法 我就能砍杀 所以说呢 在今天的战争命当中 是绝对对头的 比赛进入 封锁 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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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